醫美通路和醫生品牌都流行在用的積雪草成分 到底是什麼呢? Hello,大家好,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討論一下保養品的當紅成分 那積雪草其實就一直在我的口袋名單中 今天我搜集了市面上四款超紅 含有積雪草成分的精華液 很多保養品都標榜它可以舒緩肌膚的敏感、發炎、發紅的症狀 就是說如果你突然皮膚覺得很紅、很癢 一直抓一直抓,它就會越抓越癢 那會有一些產品會標榜可以舒緩這個發炎的狀況 大部分都會用到積雪草這個成分 那什麼是積雪草呢? 積雪草它其實又叫做雷公根或者是神仙草 或者是大家比較常聽說到的老虎草 那我覺得老虎草這個成分很可愛 那是因為啊,就是聽說野生的老虎 如果它受傷的話,它可能自己就跑到山裡去找草藥 好像狗狗也會這樣自己去找草藥治療自己 那他們就會找那個積雪草 然後呢就是讓自己的傷口在那個草上面摩擦摩擦 就像是擦藥一樣 這樣子它的傷口就會痊癒了 所以積雪草又叫做老虎草 那你以為現在才用嗎? 其實沒有啊,你一定沒有想到 就是啊,大概在1980年代出了這一款 Cicely出的這一款全能乳液 裡面其實就用到積雪草的成分 它大概40年喔,成分都沒有任何的改變 用到的積雪草最主要呢 是能夠幫你在肌膚上面建立一個健康的防禦網 所以你的皮膚就比較不容易敏感跟發炎 對於一些修護也有很好的作用 那除了這個Cicely的這個全能乳液之外呢 其實我的好朋友就是牛兒老師 我之前也問他說 如果你要做一個產品 要放有修護的成分 你會放什麼成分 他也跟我講說 他覺得積雪草是他認為 修護非常好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自己在他的這個 金層之霜的這個全能乳液 他裡面也放了積雪草的成分 對,所以他覺得積雪草真的是明日之星 那我現在啊 其實要介紹的就是 完全是以積雪草為主成分的精華液 那他們現在真的是蠻紅的 你要看積雪草的成分啊 其實就是很簡單 他一定會有這個CICA的四個字 這就代表積雪草 他直接就放在這個產品的名稱上面 那我第一個就要介紹這個 台灣之光的尼靜絲 那這個牌子其實我注意他蠻久的耶 他雖然是台灣的牌子 可是他其實銷售的點蠻多的 就是在東南亞 甚至在加拿大美國 還有歐洲的匈牙利 他都有販售的點喔 所以他已經是陽明海外了 那尼靜絲他們的這個品牌的精神啊 我覺得也是一個蠻溫暖的故事 就是他的創辦人 因為他媽媽的皮膚很敏感 所以他就覺得說還是找不到市面上 適合媽媽皮膚用的保養品 所以他就自己想說我想要創辦一個就是 不會添加任何複雜的成分 然後產品非常的簡單 有效的產品給媽媽用 他們的品牌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他們自己有設立一個無添加列表 什麼叫做無添加列表呢 就是他們自己想說 有把一些台灣啊 還有美國 還有歐盟法規 只要上面明定是不好的成分 他們就絕對不用 那這一瓶啊 是他們去年推出來 也是銷售很好的 叫做積雪草B5的一個精華 那這瓶精華液啊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9的這個字 為什麼是9呢 因為它裡面這一瓶精華液 全部只用到了9種成分 這個系列啊 其實是尼靜斯 就是講求很簡單 就是用越少成分 做越好效果的系列 就是他們的積雪草B5的這個極簡系列 那這一瓶精華液 其實我自己已經用了一陣子 我覺得真的 就是如果對你的皮膚比較敏感脆弱 它真的可以幫你消除這些狀況 那它是一個就是非常純淨 從積雪草萃取出來的一個精華 再經過兩次的成化的動作 所以它的標榜 它的濃度非常非常的高 那它加上去之後啊 它裡面其實還有加了一些玻尿酸的成分 玻尿酸就是保濕 然後呢再加上維他命B5 這三個成分是它這個產品的主要三大成分 就可以幫助你的肌膚 就是如果你皮膚比較乾 或者是很容易敏感 它都可以有很好的修復效果 那我自己使用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就是呢 我在使用的時候 我會發現就是塗的時候會有點白白的感覺 就是有點白白的 有點小泡泡的感覺 可是當你全部都 有沒有一點點白白的小泡泡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它擦起來會有點濃稠感 是因為它加了玻尿酸 然後這個白白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們經過純化的積雪草乾 那其實你不要覺得好像它品質不好 其實它擦一擦就是立刻就是吸收了 它擦完之後啊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呢皮膚就真的很潤 那它這個系列啊 除了這個積雪草B5的精華液之外啊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條就是長這樣 它是白色是凝露 就是說如果你用完精華 你想要在一個就是乳液狀的東西 可以去做cover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那今年秋天 它們推出了一個深藍色的凝霜版 就是它的質地更濃稠 那它其實做起來很像一支像藥膏一樣 然後呢你要使用的時候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就是一些敏感刺痛發炎不舒服啊 你就是把它點上去 然後塗 其實或者是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薄薄的敷這樣子 薄薄的敷一層就有點像乳霜的繃帶一樣 像OK繃一樣 然後呢如果你有一點就是不舒服 它就這樣敷著 它其實就可以發揮很好的成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積雪草的這個成分真的蠻不錯的 其實積雪草也可以幫你抗勞 這是真的嗎 其實對耶 因為像禮膚保水 就是我第二瓶要介紹的這個禮膚保水 它其實也用到了積雪草 跟B5跟玻尿酸 它還主打修護型的抗勞 為什麼呢 因為啊皮膚科醫師說 其實我們的皮膚啊 常常處於敏感發炎的時候 你可能不在意 或者是你沒有處理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結構性的破壞 你不去處理它 就是一直刺激產生皺褶 刺激產生皺褶 皺褶久了之後呢 它就變成皺紋了 所以呢 一個修護型的抗勞的概念 就是你要提前超前部署 在你的肌膚還沒有受到刺激 你就先擦這個積雪草的成分 它可以幫你提前修護跟抗勞 那這一瓶 是在去年推出 受到蠻多人的喜歡 那它的這個精華液啊 其實也是用滴管式的方式 像最近很多這種滴管式的精華液 很多人也問我說 到底用量要多少 其實大部分這種 滴管式的精華液 都要用一滴管 什麼叫一滴管呢 就是它這通常會有一個 擠壓的像很胖 胖普一樣 就是你把它轉出來之後呢 你要擠一下 然後呢 看它能吸多少 其實大部分吸的 大概量就是這樣 它不會真正吸滿一滴管 大概就會一半多一點點 所以大家在使用這種精華液的時候 記得使用一滴管 就是壓一下 就是這麼多這樣子 它這一瓶的這個質地上面呢 跟剛剛那一瓶比較不一樣 就是它比較呈現 比較有點霧面的效果 沒有那麼的透明 然後呢 它有一個很芳香的味道 就是可以讓你就是 聞到這個味道 就是也是 又透過芳香療法的效果 讓你得到舒緩 然後呢 它也很好的就吸收了 那裡面有一些 大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可以讓你的肌膚表面 就是有很好的水分的補給 這一瓶其實也是給敏弱肌能用的 所以我覺得 它的效果也蠻好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 來自韓國的雞血草成分 其實當初我會看到這個雞血草成分 其實是因為這個牌子 也就是Dr.Job 因為他們出了一系列叫做 老虎草 呼呼修呼系列 老虎草就是我 就是也是雞血草嘛 因為他們這個系列 真的出得很完整 大概有七個品項吧 就是從化妝水啊 精華液啊 乳霜啊 面膜都有 所以就會讓我發現 欸其實這個老虎草 真的是蠻值得做一個系列的 它跟另外兩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 淡綠色的凝露狀 那雖然是凝露 其實你只要一擦 它其實也很好推 一推就變得蠻水的 然後呢 就是有很有草本的味道 就是它這個草本味道 就是也蠻有療癒的效果 那擦完之後呢 其實你的皮膚 就會得到瞬間的舒緩 另外如果是你是有長痘痘 它也可以舒緩這個泛紅的現象 那它加的是現在也當紅的一個成分 叫做益生菌 那其實把它放在保養品 它可以平衡你皮膚表面的好菌跟壞菌 也可以讓皮膚變得比較健康 最後一瓶啊 也是來自韓國的 AHC的含有積雪草成分的精華液 AHC這個品牌 其實之前在韓國就是在醫美診所 非常非常的爆紅 做完醫美手術的人都會用這個品牌的東西 來給術後的皮膚有點鎮靜舒緩 那因為它太厲害了 所以它就上市成為一個產品 那之前在台灣其實它有一瓶很紅的神仙水 就是大家都會廣購去買 那後來啊 他們很幸運的就是聯合利華把它收購了 所以後來在台灣重新上市 因為有正式的公司 所以它就在一些通路鋪貨跟賣 那價錢聽說比之前還沒有進台灣代購 還要便宜 所以像這個也是蠻容易買得到的產品 那這一瓶含有積雪草成分的精華 它其實裡面也標榜 就是你有沒有看說它上面有一排英文字 意思就是說它裡面也使用到非常極簡 單純有效的成分 不超過十種 它可能也是只用到九種成分吧 它這個包裝我覺得蠻好 就是直接一壓 就是一滴管 然後呢大概就是一滴管 然後看一下它其實也是有點淡綠色 跟剛剛那個Dr.Job很像 就是擠出來就是有點淡綠色的一個 淡綠色的顏色 還是這個淡綠色就是積雪草的顏色啦 好然後呢它其實也是一個凝露 可是一推也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馬上就被肌膚吸收了 它其實裡面也加了這個紅花籽油 所以如果你皮膚很乾癢它也可以鎮靜 那另外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緊急臨時 遇到一個很不舒服的狀況 其實可以用量多一點 然後用輕拍的方式 這樣輕拍讓這個產品再滲透吸收 其實安撫修護的效果會更好喔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 含有積雪草這個成分的保養品 真的是現代人的必備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掰掰